《電影美術》 《電影美術》 我是這樣理解電影美術的 美術也在講故事 但是我們沒對白 這次跟王教衛合作 最大分比是大警局最多 在廣東我們整個包下了一條街 完全復原了那個時代的狀態 南方的嶺南風格 每次跳花跟北方的完全是兩回事 小東西會處理的比較細節 其實王道的電影每一個場景都是很特別 每一次站到那個場景裡面 可以很直接地就投入到裡面 我覺得這樣是幫助演員很多的 所以我去看那些地方 是我們在那裡的衣室 最像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個地方的小房子 戲裡面有一個新樓 是以前的季院的地方 金樓其實真的很漂亮 入到那些下调 我真的说 这么大势 整个的场景 是一年多的时间 搭建出来的 用木质的墙面 手工的雕花 包括楼梯扶手 都是用金箔去包裹的 用金碧辉煌来形容它 可能都不足以 表达它的那种繁华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 张树平老师是一个 事无巨细的艺术家 他在这个服装造型上 所有的细致末节 他都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代表《恋美帆过番茄》 感觉和编曲都很细秀 我感到是很细盈的 整个棉子里面 是很细心的 所以我想 我有一些 都很细心的 在杨永组的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水准的合作和创作 包括王家卫导演 菲律普摄影师 张书平 袁和平我们的武术指导 我觉得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它必定是一个好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